我是雅力三大 好 就是雅力老師 但你可以叫我雅力三大就好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好 就是在你們的講義上叫 我的瑪德蓮 有試過瑪德蓮嗎 什麼是瑪德蓮 你什麼是瑪德蓮 很好 不知道的等一下我們就來吃瑪德蓮 太好了 你是為了要吃瑪德蓮來的喔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今天的主題都會從瑪德蓮開始 好 那有吃過幾首 吃過的 好 瑪德蓮什麼形狀 貝殼 貝殼型 甜還是鹹的 採開 鹹的 甜的 好 甜的 它是法國的甜點 因為等一下為了要迎接我們的瑪德蓮登場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看展覽 展覽就在這邊 好 啊你們知道我們要看的展覽的主題是什麼嗎 對 就瑪德蓮三個字 好 這是我們等一下看的展覽 好 那這個展覽的主題叫瑪德蓮時刻 等一下我們再來挑選 為什麼這個展覽要用瑪德蓮時刻 那麼多甜點為什麼要選瑪德蓮 對不對 棒棒糖時刻 巧克力蛋糕時刻 為什麼一定要選瑪德蓮 好 是有願意 蛤 是因為瑪德蓮比較好聽 對 那我選一個好聽的名字 嗯 還有什麼蛋糕是好聽的名字 嗯 還有什麼蛋糕是好聽的名字呢 呃 那瑪德蓮其實是法國的甜點巨星 非常的有名 好 啊你們來看一下你們的講義 講義的最上面那一條 你們有帶筆嗎 有啊 沒有的我可以借你 好 你可以拿一支筆出來 好 那我們等一下先從200多年前 這一位公爵開始說起 好 那個瑪德蓮呢 不是他發明的 但是他非常喜歡吃甜點 他的家裡常常會辦宴會 好 然後就邀請很多當時的貴族 來參加 然後就有太陽厲害的廚師在幫他料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來看他的鏡照 有帥嗎 不帥 不帥喔 因為他的髮型很可愛對不對 很帥 很奇怪嗎 花媽 花媽誰講的 真髮 對 甜點質的比較多 所以身材感覺圓圓的 好 那這個公爵呢 他是在法國的洛林區 公爵就是一個貴族的名稱 他的這個地位 在附陪他一個公爵這樣的神 然後他是在洛林區 一個叫柯梅爾西的地方 在法國 好 那這個公爵呢 史坦尼斯瓦夫 唸哪 你正常對不對 史坦尼斯瓦夫 然後他有一次在辦宴會的時候 史坦尼斯瓦夫 然後裡面等一下會吃人 Waffle 好吃 好 那有一次他在辦宴會的時候 本來一間都很成功喔 好 眾星雲集 好 什麼公爵 詩雲公主 好 玉琳 是不是 玉琳 小公主 幼虹 幼虹 王子 好 那妳是什麼 什麼國王 李安國王 李安國王 好 還有呢 靜雲 女王 好 女王好 都來參加 好 各個地方的貴族都來參加 好 然後大家都覺得 哇 從那個主菜就非常好吃喔 結果一路呢 欸 吃完主餐 妳就會開始期待什麼 甜點 對不對 還是妳們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都不會加套餐加甜點 都不加甜點 都不加 都不加 就說太貴了 是不是 回家吃誰吃 回家吃 喔妳好健康喔 我每次看到那個Menu 可以加套餐 然後我就一直看到那個甜點的猶豫 就想到底要加哪一個 然後最後我就會 我不是因為要回家吃水果 我是最後因為熱量太高 我就會神氣甜點 好 那他們那時候 我們有在算熱量 所以他們非常期待甜點 好 結果發生了一個意外 就是呢 廚房裡面很忙啊 好 那妳知道廚房常常都會很火爆 因為第一個 廚房很熱對不對 溫度很高 好 有很多的火 然後再來呢 就是大家上菜很急啊 好 然後又要追求完美 那個主廚啊 妳是二廚 妳那個菜做好了 結果打了一個噴嚏 然後菜就被妳噴歪了 然後我就會對妳發脾氣啊 這怎麼端出去呢 這沒禮貌 好 然後大家氣氛就很緊繃 結果主廚就把當天的甜點師 好 反正就兩個人吵架 在那個廚房裡面呢 好 就開始那個不開心 打架 沒有打起來 因為在廚房裡面打架 就太危險 因為武器很多 好 但是因為雙方不開心 這個甜點師很有個性 好 你跟我吵架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就要上甜點喔 啊 我就怎樣 吃吃 欸 她直接就離開 帶著甜點走 不給她吃甜點 好 她就走了 好 那一個宴會呢 完美的收尾藥的好吃的甜點了 突然甜點師離開了 所有會主隊應該拿起酒杯 來期待等一下那個甜點要登場 沒有甜點就會很丟臉 所以當這個公爵發現 甜點師離開 然後廚房現在已經沒有什麼 可以做甜點的那個原料了 怎麼辦呢 然後就也不敢直接公告說 詩雲公主今天沒有甜點了 雨林公主也可以回家了 然後送我菜到上碗了 好 不能這樣啊 因為她這樣會很丟臉 那名聲會傳出去 就會說那個 不要去猜到公爵的聚位很爛 好 所以她就從那一苦臉 就被一個貴族太太發現了 好 這位貴族太太呢 就走到這個公爵旁邊 叫瑪德蓮 叫瑪德蓮 不是 貴族太太不叫瑪德蓮 她說你怎麼那麼看起來很緊張 然後她就說甜點師落袍了 對 她沒有甜點吃了 好 結果這貴族太太呢 她就 她帶了一個她的女服務生來 這個女服務生是服侍她的 好 為她專門服務的 她就轉過去看她這個女服務生瑪德蓮 欸 你不是很會做甜點嗎? 啊 不然你去幫忙 好 所以這個瑪德蓮本來 只是跟她的夫人來參加法典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在登場 就說 蛤 我要幫這裡所有的人做甜點 好 那她就說等一下 讓我先去廚房看看還剩什麼材料 因為如果都沒有材料 你要給我剩出甜點 我還沒辦法 就不能那個哆啦哀哀哀從哆啦出來對不對 記憶吐絲什麼都可以擠起來 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她就去廚房看 好 欸 空氣泡 打個人事件給我回家沒有甜點 好 結果她就回到那個廚房 喔 雞蛋 麵粉 糖 好 可以了 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瑪德蓮了 好 但是那個時候她根本不知道 她要做的甜點叫什麼名字 沒有名字 那時候瑪德蓮叫什麼呢 我阿嬤做的點心 好 就那個這位女服務生瑪德蓮 她就說可以可以可以 我知道可以做什麼點心了 她說做什麼 我阿嬤做的點心 她說那是什麼東西 我阿嬤做超好吃的 她教我的 好 交給我交給我 好 然後她就開始了 好 各位來 大家撤退 現在這個廚房屬於我的囉 好 然後就開始來弄麵粉阿 搗蛋阿 加糖阿 好 然後過了三個小時 那麼久 欸 對 好 因為人很多 要做很多份 好 三個小時 那些貴族都已經 那個主菜都消耗了對不對 那天天什麼都說 燒啊 好 燒啊霧照 然後這時候廚房就飄出來 非常香的香氣 欸 你們會聞到 講到會流口水啊 會 客吃一下啊 客吃一下啊 我吃兩顆蛋糕 蛤 好 等一下 我們會有瑪德蓮 好 只是我們要放在後面 因為越期待就越好吃 對不對 好 不然一開始登場 然後你們就吃完 然後我在那邊講 就說 啊 就這樣而已 好 所以我要講很久之後 就給你們吃 就 啊 一口一口 好 煎炸對不對 好 煎炸 結果後來呢 這個瑪德蓮 好 就端出來她阿嬤的甜點 好 然後每個貴族 因為剛出爐又熱呼呼的 然後每個貴族拿了 我們說 吃了一口之後 就怎麼樣 沒有啦 結果一天 這是什麼甜點 叫什麼名字 我阿嬤的甜點 好 這樣講出來很難聽啊 對不對 她說 她沒有名字欸 我們一定要給她一個很棒的名字 太好吃 沒吃過這種好吃的東西 感覺超級高級 啊 其實她沒有很高級 她就是麵粉 雞蛋跟湯 好 但是她的香味太棒了 好 然後大家就想說 到底要叫什麼名字呢 是誰烤的 然後這時候瑪德蓮 是我 是我 大家 不用歡呼也不用鼓掌 就是我本人啊 好 然後大家就說 那這個甜點就叫瑪德蓮好了 好 所以瑪德蓮 為什麼叫瑪德蓮是這樣來的 好 其實應該叫瑪德蓮的阿嬤 對不對 那是阿嬤的食譜 好 那這個瑪德蓮呢 就在這個公爵家的宴會就爆紅喔 好 可是公爵的女兒沒吃到 好 不是因為她不疼女兒 把女兒關在房間說 爸爸要辦宴會 你不要出來下客人 好 不是 是因為她的 把她的女兒 嫁給了當時的法國的國王 路易十五 好 她女兒長是這樣 好 不是 這是她女兒喔 這是女兒的老公 這 還是她女兒 瑪麗 瑪麗王后 好 瑪麗王后 好 那瑪麗王后呢 因為她爸爸就是這一位嘛 欸 長得蠻像的 再看一次 瑪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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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我覺得這個比較像 跟爸爸長得比較像 跟她比較像 好 這個瑪麗王后呢 因為儀純她爸很喜歡吃甜點的胃 好 所以呢 她呢 跟路易十五結婚的時候 欸 她們年紀差的有一點 欸 也沒有她差很多 但是呢 是女生比較大 男生年紀比較小 她們幾歲結婚呢 路易十五 很好記 十五歲結婚 好 那個時候 瑪麗幾歲呢 二十二歲 好 她們一開始是很相愛的 所以呢 瑪麗王后就生了十個小孩 好 欸 很厲害喔 好厲害 什麼 瑪麗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這樣猜 你知道她是誰啊 好 可是後來呢 這個路易十五 她除了就是年紀輕輕 當上皇帝很有名之外呢 她還有一個讓她很有名的原因 對 你說歷史上國王通常都很花心 好 她非常的花心 她有很多女朋友 好 所以這個瑪麗王后呢 就一直在跟她的女朋友們PK 好 可是呢 因為每個人長相很難去PK嘛 啊有的人就是喜歡這一型的 啊有的人喜歡這一型的 啊有的人就覺得這樣很美啊 對不對 好 所以長相很難去PK了 但是呢 瑪麗王后知道路易十五也喜歡吃甜點 我就用點心來跟她的情人PK 好 所以之前呢 這個路易十五有一個很喜歡的女生喔 很喜歡女朋友 好 是一個聲樂家 長得也很漂亮 好 那個聲樂家呢 就知道說路易十五很喜歡吃甜點 那為了呢 讓路易十五比較喜歡我 我就去找一個厲害的主廚跟我合作 我們一起研發新的甜點 好 這樣我們就設計了一個新甜點 叫做愛知景 好 就是她把那個酥皮 有吃過酥皮嗎 對啊 然後她把酥皮呢 中間挖了一個洞 裡面就填滿了果醬 然後上面再用酥皮做成一個蓋子 蓋起來 像一個井一樣 然後你要吃的時候 那一劃開那個果醬就會怎樣 湧出來就像她的愛一樣 好 就愛知景 好 結果她就送給了路易十五之後 路易十五就超喜歡 然後就非常喜歡這個女朋友 好 就瑪麗王后知道之後 輸了對不對 趕快再去找一個厲害的竹竹 來來來 我們來合作 好 來研發一個厲害的竹竹竹 好 她用甜的我們偏偏做鹹的 好 所以她們就用酥皮 好 也是圍成一個圈圈 喔 超喜喔 對不對 然後就動一個圈圈之後呢 好 太生氣了 這個老公居然那麼花心 把這個牛肉當做她 來 吃菜 otro kind enppe 滾到絗ه 都很脆 好 丟到這個酥皮的圈圈裡面 蘑菇 好 可惡 transform puckど través 很脆 丟到這個圈圈裡面 然後再加點奶油這樣 list to override wood 欸 妳好 然後拿去烲 好 烤出來呢 剛好大小就是一口可以吃掉 所以它們叫 DAWANG BAW 보고 好 然後 Для他就送那個去 來阿嬤達 madmautes 好 會不會再見到 verdad 親愛的 給你誰贏?是艾茲錦那個會爆漿的果醬酥品贏,還是把肉剁得很脆放在酥品邊? 艾茲,那時候是艾茲錦贏了 要有轉折,一定是馬德蓮贏啦,然後兩個人贏的就太無聊了對不對 所以馬德蓮後來變第二個皇后,沒有沒有,故事沒有這樣發展喔 他是這樣的,那個國王也覺得皇后一口說也蠻好吃的 可是說來說去,你走錯路線,你走錯路線給他設計鹹的點心幹嘛 他是喜歡吃甜的,他就說我還是喜歡吃甜的 愛吃雞,咬下去噴出來,太美妙的畫面了 所以路易十五還是喜歡另外一個女生做的 那後來呢,馬德蓮就來享受了 這個爸爸做的好喔,跟我女兒沒有吃到馬德蓮 來寄到凡爾賽皇宮裡,救援我的女兒 那麼好,這點給他寄過去 那馬德蓮就考了很多馬德蓮 馬德蓮就考了很多馬德蓮 馬德蓮就上到了,我是考最雷,打開考槍 170度 然後送到皇宮,直接離婚,嚇死了 那馬德蓮考完之後送到凡爾賽宮呢 好,哇,那個馬力皇后超有面子的 因為當時也有很多貴族在 好,然後那很多馬德蓮就分下去嘛 好,然後路易十五這樣 這什麼小貝殼,什麼小東西 看不上也沒有會爆漿,也沒有酥皮,也沒有冒煙 好,我來吃吃看 好吃耶,叫什麼名字 所以大家因為太喜歡了 說這個蛋糕是誰帶來的 你說是瑪麗皇后帶來的 就是他爸爸寄給他的嘛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呢,本來馬德蓮要被改名 叫做皇后的蛋糕 因為你看他,他發明的東西都會放一個皇后在前面 皇后一口酥 好,所以就要變成皇后的蛋糕 誰就不開心了?馬德蓮 跟他的阿嬤,他阿嬤不知道這件事 好,然後馬德蓮就不開心了 這我發明了什麼皇后的蛋糕啊 好,所以他不開心的消息就傳到了瑪麗皇后二臨 對,我們要尊重原創者 請大家不要叫這個蛋糕皇后的蛋糕 要叫他什麼? 瑪拉德 馬德蓮,所以這個蛋糕就維持了這個名字 好,那本來呢 這還是維持在那個貴族界喔 一般的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那怎樣慢慢的呢? 一般老百姓也吃到馬德蓮呢? 好,我們要先講這一個 這是誰?不知道 為什麼好醜? 好,這個人是天主教裡面有那個 耶穌旁邊有十二門徒 你們知道嗎? 那個達文西不是有一幅畫 叫做最後的晚餐 有個很長的餐桌 然後一群人在吃飯的那一個 好,那其中在耶穌旁邊的那個人 就叫做聖雅各 那聖雅各是哪? 他是耶穌那個時期的人 混久以前的輪流 混久以前的輪流 好,然後他有一個傳說就是說 這個聖雅各過世的時候 他的遺體就被放到船上 要載到西班牙那邊下葬 好,結果在船上海運的過程當中 掉下去了 欸,對,就滾滾滾滾下船就消失了 那怎麼打撈都打撈不到 可是因為他對於那個 他們的追隨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 他是聖徒耶 好,所以大家就一直在到處來找他 不希望他的那個遺體被破壞 好,就過了很久 有一天太神奇了 找到了 找到了,在海邊找到 而且他的遺體照以來說 在海裡應該會被魚吃啊 這邊咬一口這邊咬一口啊 會不破爛啊 或是撞到那個石頭啊 就會翁成 欸,好像不會翁成 就會有損傷 好,但是他的遺體是完好的 好,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貝殼保護他 他被貝殼包起來了 好,所以大家就說 哇,這個貝殼居然守護著聖雅各的遺體 讓他遺體是完好的 就自己隨著海洋 咻咻咻咻咻 就頂達了本來要去的地方 好,所以後來貝殼就有保護的意思 還有幸運的含義 那剛好他們聽主教的人要朝聖的時候 就會從法國這邊走走走走 往西班牙的地方走 走,對,走過去 好,然後呢 沿路上他們會用什麼來當幸運物? 貝殼 貝殼,對 他們就會有很多的大貝殼當幸運物 然後其實沿路上也會有很多人 就是怕你迷路啊 走一走然後沒有走到西班牙 走到葡萄牙好不好 然後又走到中國去 不是,不會走到 好,然後就是怕你走丟 所以他們沿路也會放貝殼在路面 好,就是告訴你說跟著貝殼走 你就會找到那個你要朝聖的終點站 好,那所以沿路呢 在沿路上到處都是貝殼 那些朝聖的旅客身上都帶著貝殼 那貝殼還有公用 除了當幸運服之外 還可以當石器 什麼是石器知道嗎? 石器 可以當碗或裝水的 好,所以當時呢 就有點像是紙杯 你們紙杯喝完會怎樣? 丟掉對不對 好,貝殼再解就有了嘛 所以他們呢,就貝殼喝完了 欸,乾杯 乾杯 欸,乾杯 好,來,說乾杯 這邊 沒有人跟我乾杯 錫玉,伸出你的手手 好,乾杯 好 乾杯 乾杯完喝完了 他就喔 反正到處都是貝殼 他們就會丟掉 好,所以沿路就是有很多貝殼可以撿 那瑪德蓮那天不是幫所有在場的那個派對的貴族 烤那個蛋糕嘛 對不對 烤甜點 他哪來了那麼多的貝殼模型 哪來了 就是朝聖者 欸,朝聖者他們留下來的貝殼 好 真正的貝殼 對,真正的 他是用真正的貝殼當模型的 好,那當時呢 因為他們在的地方叫做科梅爾西 科梅爾西就是朝聖的人一定會經過的城市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貝殼 然後瑪德蓮就蒐集了很多的貝殼來幫做那個模型 請問一下喔 如果我是蒐集天然貝殼當模型會有什麼問題? 有興趣 有興趣 對 有殺 有殺 你在做一個模子是不是 好 有殺 那你的模子要用什麼東西做 用貝殼 你看 我已經有個貝殼 然後我要把它放在模子上 這個模子就是貝殼 好 雙背 對 用人家用過的貝殼 路邊撿來的貝殼當模型 有什麼問題? 如果我今天給我們現在 5、2、3、4、5、6、7、8、9、10、7、12、3、14、15、10、13、9、20 好 20幾個人 誰 因為每個貝殼沒有辦法約定 好 我們只能長13公分 不可以給長了 好,不會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每個貝殼大小不一樣啊 對 對 所以一定要 你想 一定要有什麼 膜子 不然呢 我等一下發的馬德蓮 有的人有20公分大 因為我拿到一個巨大的扇貝 然後有的人呢 好像是那種小海螺 好 只有1公分的 你會不會生氣 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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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迷你版的給你 你是當場的抗議啊 坐下來 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有大小分配不均 還有就會 你如果大小不一樣 你考的時候是很難控制我齁 對啊 有小小的一些口交在裡面收起來 然後大的還沒有考收 好 所以它的效率很差 好 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 這個 接下來就是你說的 要有模型 才會加速大家考馬德蓮的速率 好 那你們看這個雕像可愛嗎 不可愛 不可愛 它就是聖雅各的雕像 哇 那麼醜 你真的這麼醜 哇 我還想說你要站在這裡 哇那麼可愛 你覺得那麼醜 好 那你有沒有看到它身上貝殼 有 有 在哪 那邊 這邊 這邊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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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它的首修 不是 它的角角 不是 葫蘆 不是 哪裡 那邊 這個 不是 哪有 手手啊 這個是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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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嗎 對 再往下沒有了吧 哪裡 腳上 它是 它的心裡 它的心裡 哦 你們講得真棒 它的心裡有貝殼 對 它的帽子上也有 好 那所以 以後如果你去西班牙 或是法國那一區 它那個雕像身上有貝殼的 不是 它是那個美人魚的老公 那個就是聖雅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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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